其實在剛剛老師特別提到了 在科技上面 在工業上面 在這幾年 其實看到美國跟中國之間 是有對壘的 但現在雙方 這一些是問題 到底能不能夠先擺在一旁 因為兩邊還是有很多 合作的契機 雙方也都認為高彎戶訪很好 但是大家一直在想 拜習會到底什麼時候能上演 有一些說法是說 9月的G20 現在正式流標 原因是因為 習近平已經告訴你了 我不會去印度的G20峰會 然後拜登就說 我真的好失望 因為他覺得自己還是會去見他 時間點當然就可能往後挪 11月舊金山的APAC會議 這一次路 習近平不是G20的話 可能是第一次 中國的領導人 沒有出席G20 他派的是李強來去參加 那換言之 這代表是什麼樣的意味呢 很多人對於習近平這個動作 有很多的推敲 但回過頭來 APAC有沒有可能真的有拜習會 因為大陸國安部這邊 他們其實有一些暗示了 他們說什麼 他們說 不會因為幾句漂亮話 就放鬆警惕 要實現巴黎島到舊金山 因為上一次見面在巴黎島 他們覺得美方必須要拿出足夠的誠意 那換句話說 是不是還是有變數 因為現在他們的想法就是這樣 美國就是新的兩手策略 本來他們講的是接觸到遏止 但現在變成是競爭到管控競爭 但不管怎麼說 這兩句都還是有什麼 有競爭 那這樣的話 到底你的競爭手段 真的已經show hand了嗎 還是你後面還有呢 對中方來說是認為 美方是不是真的有善意有誠意 想要來跟他交往 近期你可以看到了 善意的部分是什麼 是他們派了很多高官來 他們都說 我們要跟中方來強調 我們不是要刻意的來針對他 我們其實想要跟他 有更多談話的內容跟契機 包括雷蒙多他也強調 九成的商業往來 都不是跟國安有關的 好可問題是先前你們對於台灣這邊 有對台軍售 對我們軍事融資等等 這一些基本上都是在大陸來說 是屬於紅線的狀態 真的兩邊可以好好坐下來 再繼續談嗎 這個大家要開始打一個問號了 後續則是科技戰的部分 原因是因為現在在華為 等等相關的科技制裁 很多都還是沒有鬆綁的 但是這一些禁止 真的能夠進駐中國的科技發展嗎 華為最新的這個 Mate 60 Pro手機 現在已經有被很多人拿起來拆了 很多的這個講解 可能你比較不那麼幸福 但接下來這一個 可能很多外國人會買單 因為這是Bloomberg 他去請Tech Insight的 這一些的工程師來拆解的 然後他們這個Tech Insight的副董事長 就直接講了 他覺得這個手機對中方來說 是很重要的一個宣告 原因是因為他用了中芯的一個新的晶片 而且是最先進的7奈米製程技術的晶片 所以表示說他們自己已經解決了7奈米的良率問題 然後再來一件事情是 你把裡面拆開來看之後會發現90% 他們所用的這一些物件 通通都是Mate in China 裡面有46家的大陸廠商參與製作 換句話說整支手機幾乎都他們自己做的 以後就不用怕被卡脖子了 然後再來是什麼 再來是你會問出出來了 那要有人買單啊 消費者買單才算數啊 他們真的賣得還不錯喔 因為現在從8月29號開賣到現在4個月 應該可以達到550到600萬部 那也表示他的出貨能力 是有辦法來滿足這一些需求 他才敢賣嘛 而他們整體的預期是一年之後 很有可能會賣到1200萬部 那之後是不是就會變成一個市場上的主力 能夠跟蘋果來作為互相競爭 這也是大家很想知道的 這一波Mate 60 Pro呢 其實基本上現在大家看到的就是 華為他們真的沒被掐死 任正非就講啦 他說呢基本上 他們華為現在走過了那一波 他們知道人才是很重要的 所以呢他們是為儲備人才 而不是為了儲備美元 好這一句話就已經代表了 他們整個商業的立場 他們常董余震東呢則是說 基本上啦 一起來目標就是要活下去 來聽聽他怎麼說 華為現在的戰略目標就是活下去 我希望能夠大家一起來分工協作來共同發展 沒有想一家吃毒食 這絕不是華為的理念 如果華為有這個理念 華為今天都不會被美國制裁 我被別人幹慘了 因為我如果早年搞半套地製造 我也不會有今天這種糟糕的結局 根據IDC2021年第一季度的數據 華為全球手機出貨量 多年來首次借出前一 余震東當時的這一番話說 他們的目標就是要活下去 讓很多人聽了之後就講說 他們從這句話可以感受到 華為他當時的狀況是什麼 但是回過頭來 當年會面臨這樣的狀況 當然一半以上都是因為美國的制裁 而現在活下去之後 大家看到的是美中之間的這些 所謂的對抗 檯面上的 檯面下的 來請教政院委員怎麼看 習近平這次說他不去局團體 華為從原本每一年營業額 8000億人民幣 一下掉到6000億 不是部分因為美國的制裁 而是全部因為美國的制裁 美國要把華為打死 不只是羅茲入罪要抓 任正輝的女兒孟晚舟 在全世界到處威脅恐嚇 比黑道的手段還要慘烈 逼迫各國不可以來讓華為投標 我們台灣也很早就配合了 被禁止 只能用很差的Nokia 比較差的這個毅力信 華為反而比較好了 我們不能用 這個是在基地台的方面 但是美國人用一國之利益 打壓一家企業在人類歷史上 倒是很少見 以前曾經有所謂的 荷蘭東一都公司 被英國東一都會押得打是有 但是用這種方式 來欺負一個科技事業 可見美國把華為視為眼中盯 一必去之而後快 因為華為可能威脅到蘋果 跟美國很多的產業 但現在華為能夠勾建復國 能夠亡則歸來 我們替他高興 因為任何一個主張民主自由的人 不遵守自由的經濟秩序 這個號稱民主的人 利用民主霸權 倒數幾乎其他國家的企業 在人類歷史上第一次看到 我覺得是人類不應該容忍 美國這種霸權的行為 所以為華為感到開心 但希望他白痴肝頭 更進一步繼續發展下去 大陸國安部說 美國對大陸還有更多 肅殺的手段沒有祭出 這當然是會 華為說他儲備人才 不儲備美元 華為在全世界的美元帳戶 如果哪一天被凍結 被沒收 被限制交流 我一點都不意外 因為他科技競爭不過你 華為在全世界做買賣 當然用美元 他可能也會限制華為 在美元的使用空間 所以大陸國安部的警訊 是沒有錯 可是用語也不用去什麼競爭 管控競爭就是打死你 這個就比較聽得懂了 所以大陸國家主席習近平 會無好會 跟拜登這種講話不算話 然後滿口甜甜蜜語 但事實上手段無比的毒辣的 美國的這種老政客 也不必說太過於親切 拜登說他感到失望 見不到面 這個是假的 他並不是純心想跟習近平見面 他見面是要來修理中國用的 要對美國的選民做一個安撫跟交代的 我覺得對拜登還是必有遠之比較實際 是 來 賴老師 我個人是認為相當有可能 APEC 習近平也不一定會去 11月那個時候可能不去 對 11月份我覺得這也是一個訊號了 而且這一次的訊號是這麼的明顯 因為金磚會議開得很成功 而且擴遠 而且有很具體的內容 不但是擴遠的問題 不但是貨幣支付的問題 有90幾項的合作都已經列出來 以大陸現在的情況來看的話 他要做實事 他不要去空眼 然後他更沒有耐心沒有精神 跟你去耗說一套做一套的這個把戲 他已經沒有精神沒有耐心跟你玩了 因為11月份 馬上就要召開了就一帶一路 中文大陸目前把整個全球的戰略結構 已經鋪得很明白了 除了上海合作組織以外 你看上海合作組織也在擴遠 今年就增加了伊朗進來 明年很有可能沙特也就進來了 所以等於是上海合作組織 已經從中亞 南亞會升到中東 然後金磚你看已經是 四大洲裡面的相關的都已經進來了 目前來講很明白的 這個金磚的力量扣大了 G20的影響力事實上就衰了 因為G20還有一股另外一個力量 就是G7 可是問題就是這兩股力量 尤其G7並沒有想要真正解決 全球的問題 全球經濟的問題就在於 全球供應鏈 生產鏈不順暢 不順暢就是因為美國打壓 很明顯的印度在利用美國打壓中 從中獲得好處 所以他也沒有要解決問題 請問一下習近平去意義在哪裡 跟你拜登再見面講一些空話 沒意思 跟莫迪講一些空話也沒意思 既然沒意思 何必耗精神在這上面 所以看起來印度是挫折感很重 美國是很失望 但是美國已經有個壓力了 也就是11月份的APEC 搞不好習近平都不會去了 我覺得對於華為的一個打壓 坦白說 美國做了一個全世界最不好的一個示範 因為實在是太惡慈了 現在這個雷蒙多惱羞承諾 說我還會祭出更多的大棒來打壓你 很明顯的國家安全根本是謊話 真正就是要讓你華為倒地 來 請教梁老師怎麼看 在今年的8月底 中國大陸在整個中美對抗 有的兩大結構性的突破跟反制 一個是在地緣政治 一個是在科技戰 整個中美的競爭的態勢 大家已經當然都很清楚 甚至我們講中美的對抗 全面性的 但是在地緣政治上 8月24號金磚國家的擴大 而且他要求所有的這些 將來11個國家的財政部長 要研議一個就是本國幣的交合作平台 還有交支付的系統平台 那就是挑戰美元霸權 所以從地緣政治到美元霸權 金磚國家的這個8月24號的發展 跟過去每一屆的峰會完全不一樣 這是改變世界秩序的 改變美國秩序的 8月29號隔五天 華為的這個60 Pro就代表什麼 在整個四年來的美國對中國的科技戰 他開始做突圍反制 你不賣我任何的東西 結果我用7奈米現在被證實是7奈米了 我就可以做到5G的功能 而且還可以打衛星電話 美國不知所措 連台灣的廠商 部分參與 沒有參與的這些晶片製造商 現在都已經緊張 因為整個華為的供應鏈 將來一定會以中國大陸廠商為主 我們可能會逐漸的減少 對中國大陸市場 美國更緊張 所以在這樣的氛圍之下 你說馬上在這個禮拜 9月9號 9月10號 習近平去見 在G20去見拜登不是很奇怪嗎 對不對 尤其拜登之前還罵習近平獨裁者 還說中國的經濟是定時炸彈 然後G20本身其實是2008至 美國找來去支持美國金融秩序的一個 擴大版的G7講句實在話 現在我都另起爐灶 全球南方國家在金磚組織 金磚國家 而且明年就會挑戰你美元霸權了 我華為都已經 這個等於是榮耀復出了 我這個時候去見你習近平沒有必要 但是大國之間的對話部長之間的溝通 以及民間的往來沒有問題 所以我是覺得 這一次他選擇不去集團體是正確 倒不因為是中印關係 甚至尤其是在中美跟就是說大的結構 至於A派有沒有可能性是存在 但是變化還是很多 他們兩個見面與否 變化還是很多 中美之間這兩個大朋友要怎麼樣的交往 可能會對於跟他們在旁邊的這些小弟們 大家會想知道一下 你們溫度可以先告訴我們一下 風尚先講一下吧 好為什麼 為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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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